欢迎收看111年4月8号的港独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游戏奥丁神判大受欢迎,高中市轮船公司和游戏厂商共同打造一艘游戏游轮, 让喜爱线上游戏的玩家能够在追逐游戏周边体验的过程中,体验高雄市的港湾美景。 古山区哨船头里经常有车辆呼啸而过,还有改装车辆聚集,产生的噪音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 里长希望市府能够加装声音照相设备,降低对居民的影响。 严城国小健康小铁人活动,由毕业生手贵口罩写卡片,将满满的祝福献给华山长辈, 校长期许毕业生不单是以运动挑战自己,也为爱做公益,希望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在韩国相当受到欢迎的游戏奥丁神盼,来到台湾之后也是相当火爆。 高雄市轮船公司也首度进行跨域合作,和游戏厂商共同打造一艘游戏游轮, 让喜爱线上游戏的玩家能够在追逐游戏周边体验的过程中,体验高雄市的港湾美景。 高雄市长陈其迈7号受邀参与高雄轮奥丁神盼号的启航仪式, 去年底奥丁神盼在开服之后,在韩国蝉联5个月最畅销的游戏软体, 今年3月来到台湾也受到许多年轻朋友的欢迎, 现在借由渡轮的跨域合作,让喜爱线上游戏的玩家能够一边玩游戏, 一边感受高雄港的绝美风景。 能够把原来的线上游戏进一步的整合城市的观光, 那不仅让大家可以在海上玩游戏, 同时也可以欣赏我们高雄港绝美的风景, 那这个当然也会进一步的促成整个港区的观光。 在轮船公司董事长黄淑美的促成下, 与在地的游戏厂商至关科技跨域结合, 让喜爱游戏的玩家搭乘渡轮也能够感受到游戏里的魅力, 再搭配高雄港的美景,结合现实与虚幻, 塑造全新的打怪和链极的完美体验。 那借由更多的跨国的合作, 那一方面我们自己开发属于我们国内, 以及具有国际市场的这些重量级的游戏, 那二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国外的这些大型的线上游戏, 能够引进到台湾, 能够促成更多合作的交流。 这艘游戏游轮奥丁审判号开放全台的玩家在游戏的官方粉丝团报名, 高雄市民更能够现场出示身份证免费参与, 将在4月9号、16号、23号下午三个时段从战恶库码头出航, 带领玩家从不同的角度欣赏高雄港湾的沿岸美景。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高雄市政府准备迎接台积电来中游高链厂设厂, 希望带动高雄产业转型, 但是外界还是对于污染场子的整治成效, 以及厂区生态园区的规划充满疑惑, 希望市府能够以负责的态度降低对环境的潜在风险, 也能够协助保障当地居民的居住权益。 中游高链厂关场之后, 当地的居民和环保团体原本希望能够改建成一座生态公园, 但在产业发展的前提下, 高雄市政府还是决定将厂区朝向生态科技园区的方向规划, 环保团体则希望这样的规划能够让居民的生活和厂区结合。 但是它不能变成又像以前高链厂, 我又把这边关起来, 又让居民以后的生活受到这样子就是, 以前走了一个五星,走了一个高链厂, 现在又来了一个台积电, 怎么觉得生活好像没有改变, 这个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至于中油高链厂的污染场指诊治部分, 市府为了争取台积电设厂而加快了诊治的速度, 对高雄来说是冒险也是一项机会。 虽然市府强调以诊治国家队的规模投入经费和技术, 但外界还是希望诊治的成果能够遭公信。 我想这个是对后进地区一个机会, 当然也是一个冒险。 机会在于说它整个污染的空间, 能够透过政府这么大的预算去短时间内, 搞不好把它整理起来, 因为你不把它整理起来, 它在那边还是有其他污染的疑虑的发生的可能。 另外台积电来高雄设厂也引发居住问题, 除了带动房价高涨之外, 中油宿舍和老宅的部分也期待市府、 中油和台积电等单位共同解决, 让文化资产和居住争议能够和产业并存。 是不是它可以跟中油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把这些老宅修复了, 基本上它未来也是可以提供给它的人员, 去做一个宿舍来使用。 而不是因为现在中油的规划是把这些老宅通通拆掉, 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 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社区跟我们一样了。 走了一个武清又来一个台积电, 虽然可以带动高雄产业转型, 但对环境生态和居民生活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如何打造三生议题的厂区还需要各界努力。 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 针对陈中城灾后处置, 高雄市政府日前举办协议架构说明会, 已经有将继七成的地主同意, 领取每瓶50多万元的地价款, 将原持有陈中城的土地卖给市府, 而其余的地主也可以在4月18号之前, 选择是否申领旧七成国中的底价地或是地价款。 陈中城大火之后, 高雄市政府计划将原址变更为公园, 并且办理跨区区段征收, 以旧七成国中作为底价地, 市府地震局日前举办协议架构说明会, 地主可以选择领取地价款或者领取底价地, 目前已知有将近七成的地主同意领取地价款。 虽然有将近七成的地主同意领取地价款, 但也有地主认为参与区段征收可以领取更高的现金补偿, 市府地震局强调,如果现金补偿高于地价款, 会以奖励金的方式补给,以保障地主权益。 那如果说后续的地平会评定的征收价格高于我们的协议架构的价格, 这中间的差额我们会用奖励金的方式来补给那天同意我们参加协议架构的土地所有权人, 也就是说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是受到保障的。 至于还没有对协议架构表示意见的地主, 有可能是产权结构较为复杂,需要多一点时间考虑, 如果是要领取旧气贤国中的底价地, 则必须达到最小建筑基地面积, 否则就只能够领取现金, 还没有决定的地主要在4月18号之前回复决定。 陈忠诚跨区区段征收案已经向内政部报告在案, 市府在完成协议架构和区段征收工厅会之后, 就会办理区段征收计划书送审和后续公告作业。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气机车的噪音往往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 更不用说是改装车辆的噪音更是夸张。 位在古山区哨船头里就经常有车辆呼啸而过, 还有改装车聚集, 里长对此就希望能够加装声音照相设备, 降低对居民的影响。 一辆辆的气机车呼啸而过, 狭窄湾区的街道与社区住宅非常靠近, 不只常常会发生车祸, 车辆的噪音声更是让军民不堪其绕。 因为我们这边最大的困难就是这样, 路小条然后又有点蜿蜒, 然后重机又骑得快, 所以又吵又危险。 社区靠近古山轮渡站, 而这条路也是通往西子湾与柴山的路, 不少观光客上山都得经过这里, 而在半夜时期更经常有改装车辆喜欢上山聚集, 因此当地里长也希望可以加装噪音拍照设备来取缔。 只要有改装车这样骑进来, 我们几乎都大家都可以听得很清楚, 是建议说有用一个现在有比较新式的音量的测音器, 那是不是可以在这边设立一个测音的照相机。 而警方也注意到类似的情况在古山多个区域都经常发生, 因此也将与环保局监理单位共同配合加强取缔。 那个车辆噪音的问题, 那本所不定期会与环保单位14令和警察, 并机动式的采用那个收证的方式含包给环保局, 来做那个噪音认定检验。 车辆噪音呼啸而过, 警察单位要取缔恐怕也有难度, 旅长只期盼市府相关单位能够将科技执法设备完善, 还给居民安宁的居住环境。 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手报道。 阎城国小举办10年的健康小铁人活动, 在出发之前毕业生手绘口罩写卡片, 将满满的祝福献给华山长辈。 每位长辈收到祝福之后脸上尽是笑容。 阎城国小校长期许小朋友在毕业前夕, 不单是以运动挑战自己, 也为爱做公益, 希望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 为长辈献上手绘口罩, 亲手写的祝福贺卡大声念出, 每位长辈脸上竟是满满的感觉, 这是阎城国小毕业生参加健康小铁人之前, 为华山基金会独居长辈准备的小礼物, 希望老人家身体健康, 喜乐防疫过每一天。 华山基金会阎城站跟阎城国小, 今年刚好配合第10年, 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 他们每年的6年级的毕业生出了, 他们小朋友铁人三项之外, 能够在这个时间毕业的时候, 能够做一件很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为弱势的长辈尽一点心力, 他们每年活动都不太一样, 但是那种公益啊, 为长辈做的事, 从来都不会改变,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为小朋友做最好的一个典范。 我是阎城国民小学毕业的, 今天能来参加这些小朋友的活动, 感受很温暖, 因为小朋友都很关心我们这些独居老年关闻, 我们这些长辈, 我很感动, 谢谢他们, 以后毕业全程万里, 全土无量。 就是我都在做一些口罩, 手绘口罩, 把它送给长辈们, 看到长辈们很开心, 我自己心底里面其实也很开心的, 这个活动对我来说, 是一个, 身为一个毕业生, 可以为阎城国小做这些事, 我也很开心啊。 今天呢, 我们还有手绘口罩, 那送给长辈, 也有写小卡片, 然后宁给长辈听, 那感觉, 就是能做这些事情, 那感觉非常有意义。 毕业生牵起学弟妹的手, 交到长辈手上, 希望学弟妹能够继续传递爱, 感恩传承, 言成国小的好校风。 紧接着做完热身操后, 持续十年的毕业生健康小铁人即将展开, 每位毕业生都信心满满, 有信心完成单车, 跑步, 游泳, 小铁人三项。 我们星期二有出去外面骑脚踏车, 然后有练习, 所以这一次有信心过关。 然后对这个小铁人的, 我觉得很棒, 然后很开心, 就是在毕业前可以跟同学一起运动, 然后完成这三个铁人三项。 言成国小校长陈昭志, 希望透过活动, 让小朋友在毕业前系, 不单是以运动挑战自己, 也为爱做公益, 在毕业前留下美好回忆。 小铁人这项活动, 大概从创办到现在, 大概有十年之久了, 那言成国小的教学, 非常多元, 也非常有丰富, 除了这个科学上的学习, 我们也非常强调身体的锻炼, 所以我们为六年级的孩子, 在毕业前系, 办理这样一个小铁人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就是, 三项铁人的一个缩小板。 言成国小这个毕业生小铁人三项, 已经也举办了十年了, 它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活动, 那我们也这边祝福, 这些毕业生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宣承。 在校长带领下, 毕业生依序骑上单车, 踏上小铁人旌旗之旅, 脸上尽是兴奋期待, 举办十年的岩城国小健康小铁人活动, 祈祝同学从活动中感受爱、感恩、 行动, 学习关怀与付出。 记者潘子光,高雄报道。 去年台湾面临缺水的危机, 各地都开始限水, 因此民众意识到珍惜水资源的重要性。 科工馆为了让小朋友建立节水的观念, 盛大举办了神水游戏的闯关活动, 透过有趣的方式告诉小朋友, 要如何在生活中就能够神水。 好,一、二、三、关。 OK,那你们看一下, 哪一个比较神水? 这个比较神水。 神水的方法白白种, 装上有神水标章的水龙头, 竟然可以省下这么多的水。 而神水游戏的观念必须要从小扎根, 于是科工馆就连同了行政院南福中心和经济部 举办了这次的活动, 带领小朋友们建立正确的生水观念。 我学到了水龙头, 它有分节水、节渊用水, 还有普通的, 希望大家都弄节渊用水, 这样水就可以省下非常多。 孩子对于科工馆所研发的, 动手做的, 这些跟节水有关的大型的教材教具, 担任主题去体验中学习。 小朋友们排队闯关, 透过有趣的游戏来认识各种生水的妙招, 例如冲马桶的装置也大有学问, 总共分成三个类型, 而分别能省下多少水量呢? 小朋友们按下冲水阀就能真相大白。 有很多不同种的马桶, 有一些都是省水, 有一些不省水。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应该要购买比较省水的马桶, 这样才不会让台湾没有水资源。 经历了去年的大汗季, 所以我们全国的人民都非常的注意到了水的重要性, 所以不管任何人, 任何地方, 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一起来爱水、洗水, 最重要要节水, 而节水也是要从我们的最根本教育开始。 高科技产业进驻高雄所需的用水量, 也是大家十分关注的议题, 利用再生水的循环系统, 让工业用水可以反复利用, 就可以成功解决缺水问题。 在国家政策的一个鼓励之下, 各个企业组, 他们也都想尽各种办法, 让一滴水怎么样的不断在那里寻回再利用。 小朋友们开心地闯关盖章, 随机到了许多省水的妙招, 准备回去交给家人, 让大家一起开始这场神水大作战。 记者初见训连嘉义高雄报道。 运用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 高雄市前镇区瑞丰国小的机器人课程, 已经发展迈入第五年, 但是需少一处学习机器人的专属空间, 学校在各界的支持之下, 终于成立了制造奇迹馆, 为了将持续充实设备, 希望学生在各项比赛中有更好的成绩。 瑞丰国小校长和教育局科长等人一同拉向红布幕, 制造奇迹馆正式接牌, 代表瑞丰国小的机器人教育, 已经完成3344的四年计划, 迈入第五年进入3324的两年计划, 将朝着航向国际的目标迈进。 两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一个是要迈向国际的国际赛, 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基地探索中心, 这样的理念下我们有今天的这个奇迹馆, 这个奇迹馆会依据三个阶段来把它完成, 目前今天也就是有点宣示我们第一阶段是完成的。 这座制造奇迹馆是在西子湾福伦社和钢山载南天宫, 以及创校校长的公子和家长会历届会长的支持下, 完成第一期工程, 未来将持续努力提供学生更完善的学习环境和设备。 其实我们也期待高雄市政府能够愿意以我们这里为一个探索基地, 况且我隔壁的正义高中, 它的国中部跟国小部也都发展机器人, 想说重向的衔接跟举的资源, 如果人家愿意, 我们是很想成为一个南部地区的机器人的探索基地。 所以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瑞丰国小的目标从小就扎根了我们科技的教育跟素养在这边, 那也非常期待我们瑞丰国小的孩子未来可以成为我们高雄市不可或缺的高科技人才。 瑞丰国小的机器人教育是以校定课程、社团和校队三轨稳定发展, 校队学生也在各项比赛中获得亮眼的成绩, 希望未来学生能够将机器人运用在各个层面。 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 现在的学童都是背后背式的书包, 要拿东西的时候很不方便。 高雄市一位国小学生就发明一种可以翻转的书包, 他将伸缩带连接在书包的背带, 当背带放松之后就可以把书包翻到前面来, 拿放东西都很方便, 这项发明还获得世界青少年发明奖。 背着后背式的书包上学,背起来很轻松, 但是要拿放东西时得像这样把背包整个卸下来, 就读辅动国小六年级的丁鞋盒觉得这样有点麻烦。 原本包包就是要卸下, 然后你要一边拿或者是就放在地板, 可是万一地板很脏的话又不知道放哪里。 有一次丁同学从跳舞中找到灵感, 发现可以用伸缩带连接书包的背带, 透过拉长伸缩带就可以将书包翻转到胸前, 他就花了八十元买材料设计出这样的翻转书包。 跳舞的时候就是有转身的动作, 所以我就想到了。 翻转书包它有伸缩带的设计, 可以将背带拉长, 不用卸下, 可以直接翻转到正面拿放物品。 那也透过这个艺文记的表演, 让他有一个突发奇想, 然后发明了这样子的一个书包。 才花了八十元材料费, 丁同学就发明了这种翻转书包, 虽然增加伸缩带, 但是重量只有250公克, 不会太重, 而且还能设计成吊饰也很美观, 获得世界青少年发明奖, 目前也已经在申请专利当中。 所以说它有这个伸缩带了以后, 就可以很方便的拿取, 而且这还可以应用在高空作业, 军事任务,救难以上的功能。 目前他们有来探寻, 那对这个发明的商品化非常有兴趣。 丁鞋盒本身就很喜欢跳舞, 一至NV舞曲只要花几天就可以练会, 这次更从跳舞中找到发明灵感, 解决生活小问题。 记者邱建勋, 赖昌邦,高雄报道。 现代人的饮食注重营养和健康, 尤其是长辈更是不例外, 少油少盐是基本的, 还有依照专业的营养师调配, 每天必须要营养均衡。 陆中庙发展协会就秉持这样的精神, 为长辈们服务, 今年度还获得卫福部的社区共参奖。 熟练的切菜备料, 厨房的志工妈妈一大早就开始忙进忙出, 为的就是要赶在11点之前将午餐准备好, 给社区的阿公阿嬷享用, 一道道讲究的是营养均衡, 只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巧。 务组上如果切灰的话, 我说里长会尽量协助, 尽量把务组赞助我们社区, 供老人给他用餐, 所以应该每天每餐都经过营养师, 平均阿哥有达到营养的效果, 所以我们尽力为社区服务。 豆干下锅翻炒, 自自作响, 按照专业营养师的安排, 自餐一汤是每天必备的分量, 鹿中庙社区发展协会, 今年也首次参赛了, 卫福部举办的全国社区共参实力教, 没想到第一次参赛就爆毁了奖项。 营养师资亭小姐她来了以后, 又告诉我们太多太多, 共参的一些要点, 然后我们就依照那个资亭营养师的教我们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按照她的方法来做, 然后做一做, 资亭小姐就接着, 你们不错哦, 你们可以去抱抱看实力奖。 翻饺子米饭, 锅里不断冒出白烟, 疫情下没办法共餐, 只能共餐, 专辈们个个都自己带饭盒来, 终一到就有厨房的志工妈妈, 依照每个人不同的饭量来盛装。 最大的差别是, 他们没办法说, 那个吃饭的那个氛围少了, 那当然我们, 我们这次实力奖最大的一个收获, 是来自我们长辈, 还有我们的厨师, 都很丰富的收获。 少了吃饭的氛围, 不免感到有些孤单, 但在非常时期, 结会也十分感谢聚工妈妈不间断的工餐, 还有里长与善心人士提供许多资源与食材, 大家唯一共同的期望, 就是希望长辈们能够吃得安心又健康。 记者邱建讯, 连嘉义高雄报道。 为了推广艺文产业, 高师大文创学会结合在地艺术家, 在高雄市三明区一家百货公司里, 成立艺文空间。 艺术家可以展示作品, 也可以现场创作和提供才艺教学, 民众在等待作品完成的同时, 也可以逛逛百货公司, 成为假日休闲的另外一种选择。 百货公司的艺文空间里, 两个小女生正在学画素描, 妈妈说孩子平常就喜欢画画, 与其随便画, 还不如找个老师好好学, 就跟着老师来到百货公司学画, 自己也可以逛一逛。 因为小朋友喜欢画画, 所以我送来让欧老师教学, 就是教学之后, 他们的所有作画都有非常大的进步。 他在这边也教授了一些课程的一些学生, 所以让这样子一个北高雄地区, 多了一些艺文的气息。 另外这位老师在教琉璃制作, 学员在其中一片玻璃上画上幼彩, 再把另外一片盖上去, 放进微波炉里摇烧, 烧出来的花样很漂亮, 可以做成独一无二的项链锥子, 将艺术品和生活用品相结合。 我们已经缩减到就是说, 等待它降温的时间1.5小时的话, 总共其实体验课程, 教学课程只要三个小时。 所以说在这个书香的环境里面的话, 这样子去学习这个美丽的琉璃的话, 是很享受的。 为了让艺术家的创作更能够贴近民众生活, 高师大文创学会在百货公司里开设艺文空间, 以连展的方式降低门槛, 展示艺术家的文创商品, 也吸引来逛百货公司的民众, 体验学习艺术创作的乐趣。 很多艺术家需要被看见, 所以要找很多的展演空间。 刚刚有这个机会跟月城广场有这样一个连结, 我想说那就直接在这边我顶下这个空间, 然后能够share给每个月, 然后找一些配合的艺术家来做一个连展。 艺术作品不在树枝高阁, 在百货卖场里的艺文空间里, 除了可以欣赏作品之外, 还可以亲自体验创作, 让艺文和生活用品结合, 艺术不再高不可攀。 记者邱建勋,赖昌邦,高雄报道。 前镇草芽有一间道地的越式料理店, 有两名同样是驾来高雄的越南姐妹一起创业, 卖的是台湾人比较少吃过的越南法国面包, 结合了越南料理和法式面包的独特风味, 让人回味再三。 刚出炉热腾腾的法国面包, 一刀切下清脆悦耳的声音, 让人感受到她的新鲜。 接着往里面塞进各种满满的越南口味馅料, 一份仿佛就能补足一天的能量。 老板娜娜与她的姐妹开店的动机, 出了双方丈夫的鼓励, 也是因为想找到怀念的味道。 因为如果都没有找到我的口味, 真正的口味的越南面包, 可能就要跑去很远, 然后我想说我要去学, 然后就做开店面包, 可以分享台湾人跟越南人来台湾上班, 可以每天知道越真的越南的面包。 这间店特别之处是使用的南越式法国面包, 全程由自己制作, 一早三点就得起来工作, 从揉面发酵到最后的烘焙, 这是店家对于新鲜的坚持。 而老板也特别介绍了南北越在面包上的差异。 店内招牌的品相, 除了烤肉面包还有鸡肉起司面包, 烤肉长时间腌制并加入香茅等香料去烤, 才是道地的口味。 而鸡肉起司则是老板受到朋友启发想结合西式口味。 越南烤肉面包就是只用猪肉来煮, 然后我们要腌,腌那个八个小时, 我这个早餐,今天早餐我就收肉, 然后我要腌八个小时, 到晚上,然后我们就冰, 然后明天早上我就去烤, 然后在里面的肉都有香茅, 煮到香茅的味道。 另外的鸡肉就是说, 鸡肉我们使用那个腿的鸡肉, 然后我们都成小块, 然后就乳跟祭司去乳, 跟那个牛奶去乳, 然后变成它口感很奶奶的感觉, 香香的感觉。 在高雄,越南籍配偶是外籍配偶中排名第二多的, 娜娜提到刚开始开店时, 是因为许多姐妹帮忙宣传, 才让大家逐渐接受不同口味,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努力打拼, 同乡间的彼此扶持能让人感到温暖。 记者邱玉婷,前镇区报导。 严城区是高雄一个具有年代感, 但是又逐渐融合新事物的地方, 而在旧市场中的小小巷弄里, 就隐藏一间文创小店, 是融合了咖啡馆和书道艺术创作的特殊空间。 昏黄的灯光映照在墙上用艺术字体书写的店名, 空间中同时飘散着咖啡豆的香味, 在这间咖啡厅中, 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书道, 是店长想让对书道艺术有兴趣的人, 有个能学习与交流的空间。 他其实这个愧休的出发点, 就是从书道出发, 不是另外开了一间咖啡店的感觉, 不论是询问问题或是学习, 都是一个空间这样子。 空间主理人之一的赖赏, 过去曾经学过书法, 再次拿起笔链之后涌现创作的灵感, 决定抛开既有的标准拘束, 写出属于自己的字体, 让大家知道书法跟绘画一样都可以很自由。 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不是只有那种横石板的这种楷书, 什么王熙之那种才叫书法,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做创作, 像就是不管是画画也是会有一些, 自己后来他们就在发展出来的他们自己的风格, 那我觉得书道也可以, 就是希望很多在学书书法的人也可以朝向这种创作方面。 而在这里除了交流书道用艺术丰富心灵外, 他们的手冲咖啡与餐点也丝毫不马虎, 让爱好者们能同时用食物填满肚子。 这样咖啡就是因为我有就是本身有学过, 所以店内看到的咖啡都是我自己烘的, 然后就那个配方也是我们自己配的, 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我们有卖面, 然后那个面就是外面吃不到的口味, 因为是我们家发明的口味, 这样子海鲜, 但是又不会到非常海鲜, 但是又很清爽的感觉, 对,又不会太咸。 一笔一画勾勒出流畅的字体, 书道不仅仅是艺术, 也是内心自我的展现。 店长希望来到这里除了享受咖啡, 也能放心地书写自我, 感受书道的美。 记者邱玉婷, 延城区报导。 SBL高雄狂潮再度启动, 高雄九泰科技队去年在凤山体育馆主场, 展现超级吸票机的能力, 平均每场5000人的入场引爆热潮。 4月9号10号的高雄九泰主场日, 全力打造篮球盛会。 入场就送豪礼, 每场再加码热力放送100颗的进行纽带, 奖品相当的丰富。 只要是九泰科技队出赛的场次, 每场次都有入场礼, 球员啦啦队还会发送纽带抽豪礼。 礼品包括新兴温泉度假饭店住宿卷, 九泰科技签名球, 九泰科技双面球衣, 汉神百货福袋, 球员签名卡, 九泰科技站项T恤, 迪士尼惊喜包等等, 期待高雄球迷热情到场。 接下来提供您重要的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知道高雄最在地最及时的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督新闻之外 关注YouTube高雄都会台 千年港督频道 或是高雄都会台FB粉丝团 都可以随时随地一手掌握高雄所有大小事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20度到31度 南投台中张卦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18度到29度 台北基隆陶主苗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17度到29度 宜兰华联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14度到27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督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昌邦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